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從152句開始 禮祭之藥當中提到的 傲不可長 欲不可重 智不可滿 樂不可及 鄭國藩先生有說 討人厭 敗在一個交字 所以不能驕傲 那就沒人緣了 而且成就事情 荀子說的百事之臣必在敬之 你對人對事恭敬 能成就事業 其敗也必在慢之 傲慢興起來 對自身來講 德行能力就上不去了 傲慢待人 人際關係就不好 沒有人肯幫助了 這個就會 德行能力 包含整個 所負責的事都會敗上下來 那人為什麼會傲慢呢 當然 萬法因緣所生 因也是我們過去生帶來 四大煩惱 長香水 所以這是對字的重點 我直就表現在四大煩惱上 你會用功的人就在這裡下功夫 這個 這個 我見 放下這個 身是我 你看 有這個 身是我 就我像人像 延伸出這些分別之作來 身不是我 一切眾生才是我 我們本來是大孩 誤認為小水炮是自己 現在要把這水炮戳破了 魚豬眾生 示弱自己 這個 身見 比較能夠放淡 這個 我見 再來是 我愛 就是貪 我慢 稱 稱會的核心是傲慢 這個四大煩惱裡面就有我慢 還有我吃 魚吃 明明知道這樣做不對 我就偏要這樣做 情緒一來控制不住 不理智 好 既然我們這個四大煩惱帶來了 好 現在明理了就要去對峙它 那 可是我們看呢 一般來講 這些四大煩惱 會一直增長 不進則退 還是增長 還是增長 其中這個慢的增長 很可能跟我們 在某些方面的才能比較高會有關 我們說 我們說 他覺得他有本錢 傲慢 所以古人 你看格言 別路裡面就有說了 才能生之災也 一個人才能為什麼是災難 那 他有某些特別頂尖的地方 他有傲慢 他可能就招來災禍 所以唐朝初年 唐初有四節 王伯 楊九 魯造靈 若冰王 大家認識嗎 這王伯有一句叫 對了 是不是落下雨 孤雾其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人家看他們 就覺得 哇 這以後很有前途 文章寫這麼好 靠功名可能不是什麼問題 但當時有一個大臣 叫培行儉 他就說道 讀書人 勢以致遠 當先氣勢而後文藝 這個次第就很重要了 一個人是不是 能夠有大的作為 要先看他的氣量跟見識 之後才是他的文章 文章啊 能力啊 這方面 好 而這四個人呢 雖然有文章啊 但是浮躁淺漏 其想絕路之氣也 代表他 浮躁淺漏啊 沒有福報 不可能說可以 想長久的浮路啊 好 他提到啊 這個楊窘稍沉靜一點 可能還可以善終 那就是萬幸了 結果後來果如其言 其他三個就很年輕就去世了 所以這古人看的很厲害 你看以死為見 我們現在不能浮躁 要安定 用科學的角度 一浮躁啊 心臟跳得比較快 是吧 好像有一個說法 我一個人心臟固定跳多少次 你常常跳得很快啊 就短命了 你看那個 我們看這個高生啊 平均壽命九十多歲了 哇 你看他們的舉止啊 很安定 一點都不浮躁 這個心臟跳得就慢 好 所以培養自己啊 這是自愛 以後大家 假如有教學啊 培養學生啊 這個是之所先後啊 先氣勢 而後文藝 哇 你一下他的文章啊 才藝啊 特別好啊 他的度量又不大 那麻煩了 他一定嫉妒人 對人傲慢 就折他的福報了 所以傲不可長 欲不可重 欲望啊 不可放縱 欲是深淵啊 現在 玩手機 玩電動玩具啊 中欲了 拉都拉不回來 當然這個根本上啊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人生的志向 現在的教育缺乏 立志了 都是 目標的 考試啊 沒有遠大的志向 這些 教學的理念呢 太重要了 你沒有理念呢 可能把學生的悟性都堵住了 你死計用背啊 他的悟性會惡煞 你要開發他的德行 開發他的潛能智慧 從哪裡開發呢 孝道 福孝 得之本也 所以地藏菩薩的表法 孝清尊師 我們看來是很 很不忍心 以祖宗之心為心啊 天下無不合之族人 我們是中華民族啊 現在下一代是這個樣子 所以為什麼老阿上一直強調 要搬一條龍來 恢復傳統教育的理念 看 這麼多學子啊 理念錯了 老阿上講 都交成降虎了 腦子都變降虎了 亂掉了 一天七八個科目啊 換來換去的 教之道會專 專注 所以我們漢學院 一門深入常識熏修 一個時期學一門科 好像過了幾年 大學可能看了 我們學生學習狀況不錯啊 他們也在調整 所以現在要做出樣板來 能給人家起信 要教效 他就有責任性嘛 他就有志向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啊 都不指責 剛剛盧星提到的 這個 忠術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沒人給他假 這些 正確的教育理念 那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有責任了 見意不為啊 無永也了 有機會 有緣人 尤其親戚朋友啊 要互念 好 好 自不可滿 自向不可過於自滿 不能自得意滿 滿就遭損了 謙受益 要 藏保一個謙虛的態度 受教有地 取善無窮 這個我們前面 強調比較多了 樂不可及啊 樂及也會生悲 所以歡樂是悲之見也 尤其現在的歡樂都是 比較放縱 你看 我記得 我在那個盧江 競技院啊 那裡很安靜啊 剛好 有一年過年了 打電話給一個大學同學 就問他最近幹什麼 因為剛好 過年期間嘛 元旦 好像最後一天了 有一些地區都會辦 跨年 5 4 3 2 1 Happy New Year 多少人去參加 上萬人都有啊 請問他們回到家幾點 我一天來他去參加這個跨年晚會 我心裡在想 這樣的日子你怎麼過得下去啊 後來他就問我在幹什麼啊 我就告訴他 讀書啊幹什麼幹什麼 他說哇你這樣的日子你也過得下去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這種情境啊發生不止一次了 我記得我念示範學院 因為我大學畢業才去補這個教育學分呢 才可以到學校教書 這補是一年 而且還要考試啊很難考啊 考試的都是大學 學碩士博士都有 考一百個可能才七八個考過啊 不好考 後來我考上了去讀了 結果 就遇到 我們同一個學校啊 他是大學部 大勢畢業 我是大學畢業才去考 這種師子班的 所以我也大他幾歲了 我們一起實習啊 剛好到同一個學校嘛 我們都是台南師範學院的 結果有一次我就拿了幾本書啊 送給這位 校友 小我幾歲的女孩子 我跟他聊一聊 然後送他幾本書啊 他眼睛瞪得很大 你平常都看這些書啊 聽是衝啊 我就聽得出來 你都這麼過日子 我也能理解 現在的人啊 沒有happy happy 我看他會有點 耐不住性子 這個也 感謝老和尚的教導啊 我記得印象很深的 聽經的過程 老和尚說真正的快樂 由內而外 從外面來的 叫刺激 請問大家 刺激啊 今天刺激的強度是5 改天要多少 5.2 是吧 不然就不夠刺激了嗎 好 你看起來現在的人 他在找快樂 請問吸毒的人 外面刺激來了 越吸越少嗎 越吸越多 其實你只要是 從外面來的 刺激啊 一定是越來越長 而且那種刺激都跟欲望有關 哇 你看沒有遇到老和尚 我的追求是 往這個 外面的刺激一直走 好 而且這些刺激都要花悶你的 是吧 你 結果是什麼 人搞得身心俱疲 他也沒有得到快樂 所以科學家說 一個人一兩歲的時候 平均一天笑180次 成年之後 平均一天笑7次 科學這些數字啊 有值得參考的地方 為什麼 他呈現了一個現象 但是也要會思考的人 才會得到啟示 你不會思考啊 你看了這些數字就害怕 哎呀 現在四個人一個癌症 三個人一個癌症 會不會是我啊 那這些數字不會變嚇人 但是什麼事都沒有離開因果 你沒有種那個因 你就不會得那個果 這不是抽籤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走的人生路 他很努力喔 一天工作十個小時都有啊 可是他會越來越笑不出來 因為他追求的快樂是欲望的刺激 他就掉入一個深淵裡面去的 深淵裡面去的 所以我是聽了老爺這一段話 知道哇 真正的樂是從內而外的 所以後來開始去做 首先 恢復父子有情 當然這也是熏喜 突然某個情境觸動你的善根 老爺一直強調笑道啊 哎結果 剛好我 姐姐出嫁 那一天呢 這個姐夫來迎娶了 哇這個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然後這個迎娶最後啊 要離開家了 姐夫帶著姐姐行 跪拜禮 三跪九寇嘛 感謝父母養育啊 哇那個一跪啊 我父親 那個馬上泛著淚水 他那個心境就像一道光一樣 照入我的心啊 應該幾乎是同時 我也流著淚了 哇好像那種瞬間 你可以感覺 父親腦海裡好像浮現了很多景象 你說那個東西很難用言語表達 欸怎麼會突然浮現那些景象 父子有情是真的 你看我在跟大眾分享家庭教育 好多例子都是父親對我們的 這些情境 都沒有言語啊奇怪了 我怎麼都能解讀 欸我自己也感覺真的是天性 你看父親對自己姐姐的考慮 父親都沒有跟我講的 我都能感覺到 那 那一刻啊 我好像感覺啊 我爸爸講什麼話啊 我馬上就能知道他的心意 你都知道父親的心呢 你就不可能武力他了 因為你可以感覺 他是為你在著想 你也不可能用道理去壓他 那是 說不上來的一種 心靈的一種安定 一種 一種 一種滿足 就是你要覺得 有父母這份愛啊 足以 好 所以這個是 也慢慢去體會 孟子說的 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 這是樂 再來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我們也不侷限在說 教學 延伸開什麼 助人為樂 去幫助人 看到人家有受用啊 你會替他高興 再來 養不愧於天 輔不作於人 以前 畢竟還沒學 還是會做一些 也怕人家看到的事了 學了之後 也要效法 司馬光先生 憑身所為之事 無有不可遇人者 你越嘗到 這種從內而外的快樂 那這種刺激的樂 就有較量 你會覺得那個 比不上 甚至於那個有副作用 你也感覺到了 那這個時候 你的人生 就有取捨了 就不會 樂極深悲啊 你看我們前面講到的 古人 這個一舉足啊 不敢忘父母 一粗言 不敢忘父母 一舉足啊 不能有危險 可是你看現在的人都玩樂 在懸崖上這樣 掉個設備是吧 哎呀 你看那個 有沒有意外呢 也有啊 不過你想一想啊 現在的人為什麼 他就喜歡這種刺激度那麼強的 相應啊 為什麼 他 內心的 苦悶呢 情緒沒有抒發掉 好像這種強度啊 會讓他 瞬間感覺啊 都忘了這些事 但是怎麼可能 你再回到家庭 回到工作現場 那些記憶都回來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 他能有智慧去化解這些問題嗎 不然其實也都是逃避而已 有的找吃雞的 有的喝酒了 那都解決不了問題的 從這裡我們要建立 有佛法 就有辦法 好 這個禮記 一開始這些提醒呢 相當重要 我們忽略一條啊 這個人生可能就空過了 不可能有大成就了 甚至於啊 很多習系都會增長 所以 要重視這些教委 一百五十三句啊 聖宗如始 則無敗事啊 神聖面對事情的 結尾 就像剛開始一樣 至始至終 至始至終都是謹慎對待 那這個是 做事很嚴謹了 趨至老臣 極則可相依啊 哦 那就不會失敗了 哦 佛們也說啊 初發心啊 成佛有餘啊 哦 所以要成就事啊 要 要有耐性 哦 不要掉以輕心呢 哦 更不能懈怠懶善 啊 這個离敬諸佛啊 受人之託 這個事啊 要忠人之事 忠是敬你 敬己之為忠 哎 你有這個敬忠的心 就要慎死慎忠了 啊 古人也提醒啊 行百里路啊 半九十啊 哦 所以 要成就事啊 哎 這些教誨都很重要啊 哦 所以這一個單元是立身處事啊 啊 我們也要 重視起來 一百五四句 有理而無益於智者啊 君子不言 哎 哎 自己的想法雖然有道理啊 但是對於治理國家沒有益處啊 君子絕對也不說 哎 他還是理智的啊 哦 不是 感情用事 有時候你有意氣上來了 你就沒有考慮到 大局了 哦 所以我們在給人家建議的時候啊 啊 建言者啊 當設身於利害之中 哎 這個講了 有沒有用 哎 有一些話是 以後再講 哎 他們現在的條件還不夠 啊 你一講了 到時候讓其中的人呢 啊 都以高標準 來 要求主事的人 那可能這主事的人壓力就會很大 哦 你看你很柔軟的去 設身處地 哎 對 講話其實是有實節應援的 還沒到時機你講啊 太急躁了 到了時機 還不講 那你就 不夠意思了 沒盡道義了 哦 當然你在講的時候沒有觀察對方的接受度啊 那也不行 哦 所以剛剛 佩玲提到 你看勸件 時機啊 方法啊 場合啊 對方接受度啊 這些種種啊 都是要考慮在內的 哦 所以以惡告人者難 是嗎 要提醒對方的問題啊 不容易啊 要花不少心血了 哦 你知道別人提醒自己的不容易了 你就 能 樂文 己過者 你就很歡喜接受別人提醒了 因為你知道人家的苦心了嘛 嗯 哦 好 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啊 君子福為 啊 自己雖有能力啊 但對成就事業 因為沒有好處啊 君子也 絕不去做 哦 所以他 說話 做事啊 他都會 考慮整個團體 哦 比方說哎 他 哎他有一些 啊 可以 幫 組織啊 啊 做一些流程啊 SOP啊 嗯 但他覺得現在 組織還 還很小 啊 現在可能是 大家能凝聚人心啊 種種 比較重要 哦 哦 還不是這個 去建立這些 流程制度的時候 哎 他可能就沒有提出來 但他可能這方面還蠻專業的 啊 都要看實節應援的啊 而不是刻意要去展現自己的能力而已 啊 君子 非樂 有言 有意 於智啊 不得不言 君子 並不喜歡多話 言多會必失的啊 好 好 因為對治理國家有言啊 所以不得不見言 好 那 該說不說了 有愧於 道義啦 啊 君子非樂有為啊 有意於事 不得不為 並不喜歡多事 好 因為對成就事業有好處啊 所以不得而不去做 好 好 哎 這個 在團體當中啊 我們還是呢 多做 少說 為什麼要多做呢 取幸於人 我相信 說的多做的少的 一般人不服氣了 好 那你講的話呢 人家更 不會 聽從了 好 那 有一些時候啊 是一定要講 就大是大非面前 要講 哦 好像 這個 明朝 啊 這個王阿民先生 哦 當時候 患官留警 專政嘛 陷害中良 哇 你看 王阿民出來 哦 見言 講真話 被打 三十停葬啊 打了幾乎命都快上掉了 之後呢 之後呢 還被 流放到 這個扁 扁官啊 也不能說流放 扁官 到那個 貴州 農 農場 哎 那個瘴氣很重的呢 幾千里外 他已經被 停葬三十了 那個身體都差到什麼程度了 到這樣的地方去 哎 那個是 大師大非面前 有生命危險 他也 主持正義了 啊 恐這個 殺身成人 捨身取義啊 啊 結果你看他這樣的際遇啊 他都是用他的真心啊 盡忠職守 後來在農場 看起來 是人生的敵骨啊 結果他 居然在這樣的境遇 他也是悟到了 悟到什麼境界我們不知道了 啊 啊 但是他 感受到 本有的真心呢 嗯 這個就特別可貴了 好 好 那這些句子啊 我們在境界當中也要常常提醒自己 好 不能不當言而言 不能當言而不言 不能不當為而為 也不能當為而不為 都一樣 意為標準就對了 哎 禮義是 行為的標準 好 一百五十五句 啊 只曰巧言亂德 小不仁 亂大謀 好 孔子說到了 能把無理的說得有理啊 而且動聽啊 這種言語足以老乱人的德行啊 哇 你看我們末法十集 邪師說法 入橫河沙 哇 這些邪師講的 這聽的人呢 賣房子了 捐給他了 搞得家裡也痛苦得要死啊 可是聽的人 被他迷惑了 哦 所以這個 昨天跟大家提到 前天呢 怎麼分辨善之事啊 這個還是很重要 大家看 孔子 當了大師寇啊 第一件事做什麼 殺邵鎮毛 邵鎮毛厲害到什麼程度呢 孔子的學生啊 有三次啊 都跑到他那裡去了 你看他口才好到什麼程度 孔子的學生跑到只剩一個人沒跑 大家認識他嗎 哈哈 延悔 延悔沒有跑 所以殺邵鎮毛啊 好像子貢還提出來 不是很認同 孔子這麼做 孔子就分析啊 有五種特點的人 都該殺 他會亂了整個社會 五種特點有一種就要殺 邵鎮毛五條都有 所以按現代來看呢 孔子一上來就殺了那個邪教的頭頭 不然呢 無數人的會命就會毀在他的手上 我們從現在來看到孔子這些 教誨跟做法 還是很很對的 其實你殺了這個邪教的魔頭啊 也是對他的慈悲 不然你看 你斷一個人會命啊 你都要下阿比地獄 那麼多人 那他就在地獄快 永無出奇了 好 好 對人對事啊 如在小處不能忍耐 便會啊 老亂大忌 就亂大謀 好 假如這個啊 我們從 我們從 自身來看 我們的大事是什麼 去做佛 小不忍 小不忍 所以要忍得住 不要中欲了 欲要越來越淡才行 習氣欲望啊 要淡 不然會亂了 這一身當身成佛的因緣 好 那對於我們所負責的事啊 要忍辱才能負重啊 你在團體裡面 你忍不住脾氣啊 那人和就被我們影響 怒是猛虎啊 你一生氣啊 大家這個友誼感情就受一定的影響 包含關鍵的時候 你看劉邦 面對這個韩信稱亡 是吧 哦 結果一聽到哇 氣得要死了 旁邊張良踩他的腳 是吧 哦 他還挺可貴的 一踩的 直到提醒他了 後來就 好像是說 話怎麼說的 要放就放真的 是吧 哎 哎 這個是小不仁 折亂大謀啊 底下小柱 巧言利口啊 折亂得意 你看歷朝 最后呢 最後呢 末代皇帝啊 啊 哦 就如那個 諸葛亮先生說的 啊 親小 親小 親小人 遠賢成 此厚瀚之所以 青腿也 哎 這些小人都是什麼 很會講話的 甜言蜜語啊 就亂了 就亂了 領導者的德行 哦 哦 所以大家 這個選朋友啊 也不要選 哦 那些 哦 哦 哦 善柔的 哦 便利了 這個不妥當的 哦 都是 懂得善相勸得皆見的 哦 有正義感的 朋友啊 好 我們 進入呢 第三個部分 治國 那下禮拜再 提供個案 啊 給大家討論 好 這個 我們現在 抽同學副獎一下 我今天已經三個同學 喜獎了 要抽嗎 你們 有在練啊 我們這個 一禮啊 聽了之後啊 還是 副獎副獎啊 一來會 堪厭了 我們對這個禮啊 灌不灌通 啊 再來 老闆上說 你講一次啊 可能 比你讀 聽十次 印象還要深呢 好 聽是衝了 就不抽了啊 我還是會抽的啊 呵呵 呵呵 有沒有人主動要來練獎呢 副獎 有沒有哪個同學 上來副獎 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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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們看這個 為政篇假 為政之本 一百五十六頁 君子為政 以政己為先 呢 教禁為次 這個教禁是 教化和禁令 君子治理政務 這個政啊 管理眾人之事啊 都稱為政 所以 還搬上哪個活動啊 你是 這個 這個 project management 是吧 啊 你是專案經理人啊 這個也算為政 哎 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 其次才是啊 推行教育 和禁令 哎 這個我們 印象啊 應該都還很深啊 這個 啊 如星剛剛都提到的 其身正 不令而行嘛 你看正定前面 你要先以身作折 人家才服氣了 好 不然你就會搞出 上有政策 我們下有對策 哦 那整個風氣就不好了 哦 這個交字啊 哎 我們中不治裡面都有智慧的 哦 你看中 啊 心不能偏 偏了就不中了 啊 哦 包含這個交字 兩個差 一個小孩 這兩個差 第一個就是父母老師了 哎 孩子模仿力很強 跟著效法 啊 所以這個交字的左邊是上行下小 哦 所以現在談 人教育了 哎 身教為先 啊 哦 那右邊呢 是一個手拿著樹枝啊 很有耐性提醒 耳提面命 哦 現在以科學家來講 我們今天也講了一些科學數字 哦 哦 剛剛講了 好癌症很多啊 可是問題是一定有它的因的 諸位同學 你們 有把握自己不得癌症的請舉手 哦 有把握你得癌症 可以平常心面對的請舉手 哦 你有把握不會離婚的請舉手 哇 太好了 這個長輩以身作者 奇怪了 後面舉手你們為什麼都能笑 太強了吧 你們有前後眼啊 還是被你們的笑聲影響 我以前對大眾啊問過 這一連串的問題 因為跟很多都是 為人父母的大眾嘛 我問他這些問題 哦 有把握你的孩子不得癌症 不得憂鬱症的 不會自殺的 不會離婚的 你的孩子能把下一代交好的 不會觸犯法網的 不會吸毒的 不會吸毒的 這幾個問題啊 只要有一個現象出現 你的孩子就不幸福了 哦 他還博士 又怎麼樣 碩士又怎麼樣 他還是不幸福啊 所以這些問題 很重要 怎樣保證他的人 不會遇到這些情況 哦 那你要愛下一代 首先你要自愛 你要給他以身作者才行 嗯 好 這個 這些年呢 我都跟大眾呢 談到啊 佛法管用 任何問題都能處理 你們相信嗎 不相信可以放馬過來 哈哈哈 你現在覺得 哎呀我覺得哪個問題 特別難 哎現在可以馬上提出來 馬上可以用菩薩式的 幫你分析解決 這四個原理原則 有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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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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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是你的業力就好 你自己業力發動 你怎麼可能把佛法用出來 別人業力發動 你是善根願力發動 有可能 就變成業力發動人的 轉折點 好 我就跟大家舉個例子 請坐 哎 現在 我曾經 哇這不知問題了 佛法講啊 若能轉悟 則同如來 你看現在人生遇到 天啊 怎麼 這麼倒楣遇到這樣的事啊 你能處理好事嗎 你首先已經落入情緒裡面了 你怎麼隨緣妙用 不妙啊 自己被情緒控制住了 還瞄得起來嗎 那天有一個女士 寫了個問題上來 這個可以讓大家思考 啊 她說我的女兒 好像是17歲 她的同學 她的同學 學佛 參加佛學社 現在懷孕了 我是怎麼跟她講的 請問我這樣講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實際發生的事情 怎麼處理 這女孩的業力發動了 對呀 對呀 好 今天的作業啊 你們可以思考思考 這些人物大家清楚啊 這一個同修 她女兒 的同學 都是學佛的 有接觸佛法 懷孕了怎麼辦 怎麼處理 好 好 這個 156句 我們剛剛也提到 生教者從 言教者送 你不以正己為先呢 可能會適得其反 好 這個 167句 剛剛 如星也分享過了 下之世上也 不從其令 而從其所行啊 下集為上集辦事 並非只是機械事 服從他的命令 而是看著上集的行為 效法他 上好事物啊 下必勝焰 上集愛好某一種事物 下集一定啊 有比他更加愛好 會超過的 好 故上之 所好惡 不可不慎 是明之表也 上位者所喜愛厭惡的態度 都要很謹慎 民眾的 表率 剛剛有提到了 楚靈王 楚王好戏妖啊 宮中多餓死 哎 人都 夭夭戲 就不吃飯了 搞到最後 餓死的 吳王好見客啊 百姓都 創 班 吳王好見客了 老百姓都在練舞啊 很多人都受傷了 可能連小朋友真的呢 動刀動槍的 上行下效了 哎 這個歷史 這些歷史很多了 所以都要 慎重 昨天我們 聽到啊 幾位育科班家長 因為親思交流嘛 聽了我們都還是挺感動的 哦 那比方 哎 這個一城學長 哎 他的父親跟賀老師是 交情有三十年了 哎 然後 後來也帶著自己孩子 學傳統文化 哦 然後 啊 因為帶著孩子 帶著學生了 哦本來 晚上 都想看看球賽 啊 不能看了 啊 常 以前可以出去喝喝小酒 哈哈 哎現在不喝了 哦 都是想到要給孩子 給學生 榜樣 哦 所以 老阿上說的 我們這個民族的 長輩啊 這個幾千年來有一個態度 啊 在小孩面前呢 不能給他不好的影響 哦 這是一種責任性 哦 哦 那這個父母 哎 愛好 學習 讀書 小孩就 潛移默化就影響了 嗯 好 這個 哇 下一句比較長 啊 我們就先 談到這裡 看看同學們 就剛剛講的 有沒有問題 這個 雨昂這個 剛剛提的 我們就當 今天思考的問題 看看還有沒有 哎 淳源 你好 淳源有一個 小的疑問 其實 也有存 但是也有思考 就是剛剛 疑問不能放太久 是的 嗯 嗯 就有想到您剛剛有提到 在 我們處事的時候 有的說可能 嗯 一時 一發火 可能這 一個團隊的 有的這些緣分啊 我發出來了 但是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呢 就會變得 有一點點 奇怪 但同樣呢 您也有提到 嗯 我們要 不能 有善柔 有便宁 這些情況 那所以 包括《論語》裡面有講到說 孔老夫子有講 逆怨而有其人 所求名恥之 某一恥之 這一句話 所以淳源就在想 那 在平時生活中 有時候待人處事 那難免呢 可能 遇到 有的人 他確實 淳源自己體會 比如前段時間有遇到 一位學長 他確實他 跟淳源講一些話 淳源不是很愛聽 他有 覺得淳源走的這條路不對 然後呢 學院教的不對等等 然後 我當時聽的就 很不想聽下去 但是又處在那個 緣分當中 他又是一位長輩 所以我又 不得不 就一直得聽著他 跟我講 那當時我就 嗯 聽到師父有講到時候 我就一下子 這個場景就浮現出來 那在這種情況裡面 那確實自己心裡面呢 是 不太願意去 也不太認可 對 但是呢 又覺得 哎 處在這麼一個環境 不能破了這個 大家的一個和氣 又是長輩 我也知道 如果我當下 我說 或者說出 我 我只能表達一些自己的看法 但如果有半點指責的話出來 我也知道 對方肯定不能接受 所以我也 沒有多提 但是就在想 這種情況下 我又不好意思 獻出一副 不願意聽的樣子 所以就得克制自己 表現的 嗯 又得要 聽得進去 聽下去 但是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是不是有一種 吝嗇 有一種善柔 在裡面 但純原又體會了一下 是不是說 我們在 落實這個京劇的時候 說還是要 看自己的那個心 究竟是 為己還是 為人 從這個發心 那你可以就這一點 再分析你剛剛的情況 嗯 如果就這一點 當時 純原的想法是覺得 如果說我 只是為了自己的一個面子 或者說 不願意讓對方覺得 我好像 是一種 假設說 就是我想要保持自己一個 謙卑的一個形象 然後用這樣一個心態來 對待對方的這個話語 那可能就有點 感覺像這個經文裡面說的 這個善柔 還有 便宁這種感覺 但如果 心態呢是 也不算是善柔便宁 算耗鳴 是吧 你善柔便宁 你的動機呢 可能是你有利益 你看 你看似要看到心地上的狀態 為什麼 表現的那個態度 很順從他 你一定是有目的 所以 在境界裡都要看 很真實面對自己的心 對 你 剛剛說的 不要發脾氣 那 但是又 這個 逆怨而有其人 其實你 明明對這個人很不滿 你還是 給他獻英勤 這個心 一定是你有 有利 要去追求嘛 你才會這樣嘛 那 比方說剛剛 朱雲 哲 蘭 是吧 那他是 公心嘛 是吧 你說他有什麼利益啊 他可能沒命 什麼利益啊 公心嘛 那叫仗義直言 那個跟發脾氣那不一樣啊 發脾氣是 有什麼惹的你不高興了 是吧 那個才是 稱恨性起來了 一個人仗義直言 那會震慑人心的 只要他毫無 私心 但是有時候呢 你沒有私心 可是你還是動氣了 這就是你修行要修的地方 是吧 你沒有私心 可是你還是忍不住 有情緒 你雖然為對方好 可是說實在的 欸 我這幾天好像在思考這個問題 可能也有一些出處吧 哦 哦 哦 對了 昨天有一個 侯居士 他兩個女兒很小 欸你看他的體驗哦 孩子才兩三歲三四歲啊 兩個女孩 姐妹 哦 就是 哦 比方說他吃東西 吃這個 欸 蒸蛋 含半天不吐 不吐下去 不吐下去 然後這個媽媽 講話 就可能 語氣有高一點 他就發覺 孩子 就嫩了 因為小孩很敏 敏感 所以你的磁場 稍微是有情緒上來的時候 他首先接觸到 是那種情緒 他就蒙掉了 聽不懂 欸 他反而是 欸 這個 裝得很憂醜 是吧 啊 然後孩子就過來關心他 為什麼憂醜 啊 然後才是 說到說啊 你們沒有吞下去啊 會怎麼樣怎麼樣 欸 孩子就 能了解他的意思了 欸 所以隔天 姐妹就互相 就 餵 那個小的還餵大的 趕快堆下去喔 小孩是這樣 大人也是這樣 這個公案可以再研究研究 我感覺挺 挺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古人講話說要先調剂人情 你不能不顧及對方的感受 喔 不然他感受不好啊 你 道理再好啊 他可能也很難 接受了 調剂人情在發明事理 喔 所以這個 你剛剛提的 這都有每一個情況的一些 狀態 欸 發脾氣了 呃 呃 欸 逆怨而有其人呢 喔 這些都不一樣的 你自己都要 能看到 根本的心 喔 包含你說 喔 這個要表現 謙虛給他看 那這會不會有一種 明文在裡面 明文在裡面 這個就要注意了 喔 而這裡面 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利益他的心呢 不夠 為什麼 我們還是自我稍微強了一點 哎呀 都不認懂我 唉 不舒服 唉 非得聽不可 那你可不可以用真心去聽這個話呢 老闆上說 學佛最重要的用真心 真心有自受用 有他受用 所以你可以隨緣妙用 無方的 菩薩式的 誰他跟你講話這個緣呢 妙用 自己有什麼受用 別人 講的 我本來是不喜歡聽的 我可以安定一下心來 聽出 為什麼他反對傳統文化 你就有受用了 不以人費言 是吧 你可以聽出一些启示 甚至聽出一些 你要互念他的點 哦 比方說他 他 他有這些成見 哦 成見怎麼形成的 那我要 做得很好啊 破除他的成見 你看 你聽一個人反對 你可以聽出你的一種力量出來 那你就有受用了 所以老和尚說 這個你看到誰不好 是我做的不夠好 還不能感動他 你不只不會動氣的 你會有一種力量出來 而且這長輩跟你的關係又清靜 是一輩子的 所以只要你能 聽到這一些 他不認同的點 你又以身教來表法 這個就是菩薩士德講的 威夷住持有責得 以身做得 那他還會遇到很多事哦 那些點出現的時候 他已經認同你了 你在那些機會點 又柔和直直色身的 現在人呢 心有千尖且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你真心關心的時候 你就會 觀察到這些可以跟他 互念的點 當然他是長輩 你互念他 要他能接受的方式 不要是說教了 那一般長輩受不了 普代眾生受苦的 你要有耐心 因為人的觀念形成 要轉變不容易 你就要不厭其煩 抓住機會點去護 對啊 所以有自受用 也有他受用 是吧 你都聽出了他的成見了 進一步你怎麼去護念他 而當你在聽的時候 你都 能夠虛心聽 態度誠懇 甚至你態度誠懇的時候 你心是定的 有時候還有一個色問 又不會太尖銳 色問一下 有時候還給對方一個空間去思考 你笑笑的講 可能可能 怎麼樣 點一下就好 但是也不要造成對方好像 你在找藉口 你看這些就是看你自己拿捏的 因無物所住 你自己不要住在煩惱就好 之後再用就是而生其心 去對應了 嗯 這個都很實際的 你們都可能會遇到的 嗯 我也有遇過 好 謝謝 謝謝 成員 當然真的跟你們互動啊 你們聽了有 其他的思考啊 或者不受理解 或者不認得 都可以再提出來探討 我們不搞一言堂 好 好 那今天先到這了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